意大利哪一些日子也要送禮 這好奇怪 1月5號到6號一定要送禮 我們要問一下肯娜 而且肯娜你管到意大利的事幹嘛 因為這次我曾經是個受害者 這個他們很妙 交了一個意大利女朋友是嗎 我之前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 她們她是意大利人 她娶一個台灣女生 然後她們就是聖誕節的那一天 有邀請我去她們家吃飯 那在世界各地就是會有聖誕節 通常都是聖誕節那一天給禮 12月25號 25或20時 其中一天就一定會給禮 所以那一天我就被邀請去她們家吃飯 我就帶了一個禮物 那因為她們有小孩子 所以我一到小孩子也看到 我有禮物就很開心 我想說給她們 她們開心我也很開心這樣子 結果我朋友就很不爽 她在旁邊就開始在瞪我 生氣了 生氣了 對 因為她們其實就是1月5跟1月6 她們這個節日叫什麼 憲憲節嗎 憲憲節之類的 就是她是 憲憲節 憲... 那個啦 那個耶穌顯的顯現對不對 對 誕生日 誕生日 我不知道 真的假的 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來自基督教 對... 所以一定是 就... 顯現嘛對不對 好這個意思 對 所以她們就是... 對 可以再一次嗎 再一次 啾啾 好可愛是你當招牌動作 所以就是在這一天的時候 她們才會送禮物 就是聖誕節的最後一天 然後她們... 就是好像是女巫會來 如果她們乖還是怎樣 就這個假期乖了 她們不是真的老公公 是女巫 是女巫來送她們禮物 這個讓我想到 德國12月6號 也有一個聖誕老公公來 哦 9號就來了 所以德國的聖誕節是12月6號 其實德國的聖誕節 其實有點複雜 我們12月6號有一個聖誕老公公來 送禮物給小孩 所以是真的 真的老公公嗎 不是就是你... 對... 真的有一個人來 對... 真的有一個人 對... 什麼啦 就是聖誕老公公嗎 沒有啦 但是就是小孩睡覺的時候 隔天看鞋子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些糖果 小禮物什麼的 然後24號 也會一個國際的聖誕老公公來 這麼多 所以我們有兩個聖誕老公公 好幸福